我過去買的股票 它有漲超過一倍的股票 那我去把它歸類出來說 它符合什麼樣的一個條件 它未來上漲的機會可能會比較大這樣 那大概有這八個 就是近五年的 營收的一個成長 正成長 然後近五年的稅後經濟正成長 然後本益比低於15倍 然後這個跟剛剛 然後以股當權益報酬 對 在15%以上 然後毛利率在15%以上 那近五年的現金股利正成長 然後這個就是新加入的一個 本益成長比低於0.75 然後再預估未來的機率可望失去成長 大概這八個條件 有在賺錢股價又夠便宜的 可以這麼說 對 現在台股符合這八個條件的多嗎 在任何時候 你去找股票符合 這個八個條件的股票 不會高於5% 很少很少 對 所以我的持股 基本上都在個位數 有時候可能只有5檔 3檔 最多不會超過4檔這樣 可是這樣標股它適合長期投資嗎 我覺得要看人 像因為我的 一開始資本比較小 所以我就沒有用電存股的方法 再做股票 那我的方法是做一個比較大的一個波段 可能一到三年這樣 比如說可能 有個倍數的獲利 那我可能我就會選擇出場 然後把錢落袋圓圓之後 我再去找尋下一個投資的標的 大概是這樣 我議員 這種 然後 在